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鹿 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不一样的换题 今天我们聊一下女生身上比较敏感的几个部位 那一般人呢是不能碰的 如果说女生呢还让你碰这几个部位的话 那么恭喜你你就要脱单了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耳朵啦 那耳朵真的就是女生全身最敏感的部位之一吧 如果说你跟女生出来约会的时候 就是聊的还不错的情况下 那你呢就可以在人多的时候冲到女生的耳朵旁边 就是一本正经的说啊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呢你就说她的耳环有点歪了 再或者说她这边有什么脏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凑劲的就是去帮她 那如果说你弄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她没有下一次的避开 或者说还害羞脸红的话 那就证明你们的关系还是可以拿进的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嘴唇啦 那这个部位的话呢就是看你用手碰 还是直接用嘴了 那这两者的话她这个级别 肯定会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所以的话一定要谨慎的使用 如果你和女生一起吃东西 那你可以等到她吃到嘴边的时候 然后有馋渣的时候稍微的提醒一下她 如果她是没有那么干净 那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试探一下 比如说啊抽一张紫巾 然后把女生微微的擦掉 那同样女生如果是微微的低下了头 那就是害羞了啊 并且也默认了你这种行为 那如果是旁边没人的话呢 你也可以得寸进尺一下啊 其实女生也就是喜欢这种被征服的感觉 这些肯定都是需要实际的氛围到位 才可以去操作 那你也不能说你第一次和女生出来约会啊 那女生刚刚吃完饭 或者说她都还没有收好 还没有收拾好 她只是刚吃东西 然后刚好就沾到了米粒 然后你直接就上手的话 那女生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很迷惑 就会觉得你很好色 那很多男生呢 其实跟女生接触呢 嗯就是没有把控好这一点 那很多的人呢 约完会之后呢 就可能就是啊 直接就会被我们女生给拿黑了 那这种情况呢 也就是因为跟女生接触的比较少 然后氛围就会变得很尴尬 那也有些人呀 就是害怕女生反感呀 就算到了恰当的时候呀 也一直就是不敢去碰女生 然后等到女生已经没有耐心的时候呢 你再回去跟她聊天 就会发现这个变化已经 就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嗯 但这些问题大多数都是因为 你对约会的一个感知不够 接触的女生经验太少了 那第三呢 就是不管是肉肉的女生呀 还是说瘦瘦的女生 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比较敏感的 甚至说要比切手还要敏感的 那就是腰了 有的时候你切女生的手 他不一定就是可能会喜欢你 但是相对于腰就会更加的隐次 啊 所以呢 就是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呢 就是千万不要尝试去碰 你想要稳一点的话 就可以先从女生你头发开始往下 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女生不拒绝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是稳了 啊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遇到了比较喜欢的女生 那么一定要去勇敢的来尝试 千万不要怂 但是呢 就是也不能 嗯 就是一定要注意氛围 也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就去碰女生呀 触碰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让女生觉得很尴尬 啊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